美国宇航局对火星的探测有了新的发现 火星探测其好奇号在火星上检测到了气体甲烷的成分 这表明火星上可能曾经有生命的存在 美国科学家说好奇号抵达火星之后 在夏浦山的沉积岩上探测到了甲烷气体的周期性释放 这种气体和地球上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 地球上大多数的甲烷是由生物产生 不过非生物比方说热水流经富含矿物质的岩石 也能够产生甲烷气体 这次发现达到了探测的最初目的 在火星上找到适合微生物生存的环境和化学成分 另外机器人钻头也采集到了其他有机分子的样本 科学家们上个星期还确定了 好奇号探测到的一个宽为154公里的陨石坑有湖水 这也间接表明火星是一个适合微生物生存的星球 好奇号 好奇号 好奇号